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要考你的是那个因果句 就是要有一句分句是原因 然后有一句是结果 不管是前因后果还是前果后因 这种复合在一起的概念都叫因果句 好 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A的话说这个 丝菌令人老岁月呼一晚 这个看你要怎么解释 如果说你说把它解释 要是因果句的话就变成说 因为思念你啊 然后老了之后啊 这个时间就一想起来就忽然过得很快了 就不是因果嘛 它是一个瞬间的 就是思念你让我觉得很衰老 然后呢想起来这个时间已经过得很晚了 就是一想 这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所以这个是一个瞬间的句型 再来B选项说 浮云必白日游子不顾返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浮云必日 这个成语呢就把它引申为说 浮云借贷为小人 然后这个太阳呢借贷为这个君主 所以因为呢小人遮蔽了君主的视听 所以游子不顾返 所以在外的这个游子呢就没有办法回家 因为可能被贬官 可能不受到重用 可能没有办法有志难生 所以这边是因 然后结尾是果 好 所以我们把B选项先勾起来 在C选项说 这个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 这个是一个转折句 好就是梦里面呢 那么的靠近 在我身旁 一醒来 但是 醒来觉就觉醒 忽觉在他乡 醒来就知道现实是残酷的 就是梦里的人并没有在我身旁 而且是在很远的远方 好 所以这个不是 再来先人王子乔难可于等其 好 这个也是一个瞬间的 就是说 这个相传呢 这个周朝的这个周天子啊 好 里面的这个神仙呢 好 叫乔 王子乔 所以先人这样子的长生不老的境界呢 是我们难可于等其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期待 或者是没有办法跟他一样活得这么的长寿的 好 所以四个剧情里面 我们把因果剧呢 就是B选项 好 找出来